一家著名的手机公司的创始人 在公司全盛时期呢 我们一度差一点收购苹果公司 但是后来经营出来一点点小小的问题 后来呢我就欠了六个亿的债 在后面呢就到这儿来做脱口秀了 看是不是能解决问题 我的朋友的反应也很奇怪 之前我公司经营不散的消息传出去之后呢 他们很多欠了我钱的 就拼命在凑钱筹集钱说赶紧还了帮老罗解忧 但是传出六个亿的消息之后呢 他们说就先别还了 我们这点钱还了好像对六个亿也于事无补 我当时虽然急着用钱 但听完了以后呢觉得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竟一时无法反驳是吧 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呢欠了六个亿的这个债务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朋友圈子也会发生一些奇怪的变化 我就这么说吧 我原来有个公司叫老罗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呢我从事这个直播业务的公司叫交个朋友 老罗和他的朋友们交个朋友 那么这段我人生的低潮期呢 在这个还债期间有一次 得了一场疾病 其实就是闹肚子不严重 常严 然后在医院坐了两天 夜里昏昏沉沉醒过来 打开手机一看 有一百多条来自朋友的问候短信 我就很感动 发现百分之八九十的短信来自债主朋友 对可以理解是吧 我当时看 但他们问候的方式就很奇怪 说老罗你还在吗 你还在吗 在吗 你怎么不回我 你还在吗 完了我就给他们回 我说我还在 别慌 完了以后他们说 哎呀太好了 那我们去看你 我说不用 马上就出院了 他们说不行 一定要来看 来了以后呢 这些人来了很奇怪 坐在我床边跟我说话的时候 老摸我的脉搏 是吧 非常有意思 最后呢 这六个亿的债务 除了对别人 对我自己也会产生一些变化 是吧 因为我人到中年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呢 我突然又变得像年轻手一样 要给自己立志打气 所以我买了很多立志的书 在家看 要把精气神提起来 是吧 然后在家看书的时候 就发现 那些什么心灵鸡汤啊 心灵鸡血啊 还有什么 毒鸡汤啊 还挺管用的 比如说我看到一句话 对我有特别大的振奋的作用 这句话说 如果你欠银行一百块 那是你的烦恼 如果你欠银行一个亿 那是银行的烦恼 我一想我六个亿 干翻六个银行了 是吧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我很厉害 于是呢 一口气就提起来了 就感觉非常治愈 烧事休整之后 就启动了我正式的还债生涯 那么开始的时候 我还误以为 我只要认真工作 努力赚钱去还债 社会和公众 就给我一个相应的认可 我这么善良的想的是吧 但后来发现 其实根本不是这样很复杂 比如说我为了还债 做了带货直播 然后我做了这个呢 很多人就骂我 说投机分子 哪热就往哪凑 就是个投机分子 什么理想主义者 这个让我感到很奇怪 因为我是欠债还钱 肯定是要赚快钱的 哪热往哪去 有什么错吗 我背着一身债 难道去做回报周期 特别长的项目吗 比如说三十年后 我终于发了大财 给我的债主朋友们 联系还债 有一些中年的债主朋友 可能已经不债了 我告诉他还债 他不理我 我只好不停地 给他发短信 我说还债吗 债吗 还债吗 你懂了是吧 后来呢 我拓展业务项目 也开始来录综艺节目了 很多人说 我又从一个体面的企业家 为了赚钱 成了一个 跪下来赚钱 不要脸 我就很吃惊 什么时候 企业家比人民艺术家 高人一等了 这都什么价值观 当然未来我们 人生道路上 可能还会遇到 很多波折挫折 是吧 但是作为一个 专业的脱口秀演员 一个人民喜剧艺术家 我和我那些优秀的同行 是吧 我们都会严格遵守一个 我们职业的规范和准则 那就是 我们不管怎么样 被曲解 被污蔑 被侮辱 被伤害 作为一个人民喜剧演员 永远要面带微笑 永远要把欢乐 带给大家 就是这样 另外 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也想给我的债主朋友们 说一句 无论是已经还了的债主 还是等着要还的债主 我都跟你们 道一个歉 我缺这么一个机会 跟你们道一个歉 是吧 对不起 给大家添麻烦了 非常非常抱歉 最后说点开心的 这个死于2018年 年底的六个亿的债务呢 到今天 我们已经还了 快四个亿了 很快就还了 快四个亿了 等我们这些债务 真的 全都还完了之后 可能会拍一个纪录片 来纪念这一段 诡异的人生旅程 是吧 这个纪录片的名字 我都想好了 就叫 真还传 对 真还传 真还传 实际上 。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